Hello 大家好 我是Eric 老师 这一期我又回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过往的经验 希望他们都能帮到你 这一期我们要说的呢 就是 诶 这里不好 那里比较好 这里学了 嗯 还好啦 我就去找另外一家 有没有这种感觉 一直在不断的去找新的 技术来学习 OK 诶 对咯 如果 这一分钟看不完我的影片 记得到我的YouTube频道里面 把整个影片看完 OK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以前的我 当然以前的我没有像现在有Google 这么的发达 以前我记得我只有一个 Yahoo.com Hotmail.com 对不对 所以呢 以前呢我们是翻报纸的 看周刊的 那么 在以前呢 的时候呢 我开始在学习外汇的那个时间 我每次都翻报纸看看 诶 这个老师好 我就去跟他学 啊 学了一些均线啊 ok 那么呢 学了一些策略啊 策略A 策略B啊 然后策略A学完了 回来交易一下 觉得还好 那么我去找 啊 策略B的老师 那么策略B的老师 就直接教了 那么我就学学学 诶 有赚一点钱 不错 可是 嗯 应该还可以赚更多钱吧 听说 学的越多 就可以赚的更多 好 那么 我又再去找 这个策略C了 那么呢 策略C以后呢 我就想 诶 这个老师也是不错啊 那么 教育教育上 诶 有赚一点钱啊 那么 一直 一直跳 一直跳 一直找 一直找 那么呢 有一天啊 呃 这段时间啊 就 这段期间里面 就有一段时间 找了好多老师 至少都 遇到了差不多 二三十个 好不好 那么呢 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高人 他真的是一个高人 那么呢 当然在 以前银行的时候呢 就已经听说这个人了 不过他 这些人啊 有的时候呢 是隐姓埋名啊 OK 所以呢 不是很出名 但是 其实在圈子里面 他是一个隐形的 英雄富豪 然后 呃 开始就认识了他 他就问我了一句 Eric 你有多少年的交易经验 差不多应该有好几年啊 三年 三五年都有吧 你知道哦 他告诉我什么吗 比如说三五年啊 我也忘记多少了 呃 他就告诉我 那么呢 你认为这个叫做交易经验吗 我说 不知道 你算吧 算吧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 你在市场里 寻找技术 寻找不同的老师 寻找不同的平台的经验 多过你的交易经验 诶 这句话说的有点道理 很多时候呢 当我在我的公开课的时候 我也是问很多人 我说 请问你们有 有多少人有交易经验呢 多少年 两年以上 三年以上 很多人都举手 那么 为什么你们今天还会来我的课呢 因为我还在亏钱 我说 OK 好 就像我当年的我一样啊 我学了很多很多 有小赚 又不懂得想这样做 又好想赚多一点 可是呢 就变成没有什么赚 最后还是在亏损 原来我发现 这位高人说的很的确 原来我一直在累积的是 寻找不同的技术 跟不同的老师学 原来我累积的就是这些经验 我其实根本都没有交易经验 交易经验呢 是非常重要的 而寻找老师这边学那边学的时候呢 其实有的时候会乱 学多不一定是好 不过你一定要精通 每一个老师的这个架构 所以呢 我才发现到原来是这样 那么呢 因为 那一段时间以后 我就发现到 我尽量就是把所有老师所教的东西 融合在一起 不过我发现到 每个老师的理念呢 都有冲突 导致到我会亏损 不论的话就是我会混乱 和我会开始失去方向 这样的话呢 就不是一件好事了 对不对 所以我发现到就是 其实每个老师教的东西呢 都是在外汇市场的 那个交易图里面呢 的不同的阶段 那么我发现到了 原来我跟这个老师学 它精通的是外汇往下 开始往下跌的第一个部分 那么呢 第二个老师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老师是中间的部分 第四个老师是底下的部分 第五个老师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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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呢 我发现到了 所以我呢 就把所有的老师 所教的东西呢 的精华 把它给融入一体 变成 ACS 的 Cycle Trailing 所以呢 把它融入一体的时候 我发现到说 原来有的东西是可以用的 有的东西是不可以用的 当然每个老师都能赚钱 他们呢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一个架构 他们只赚交易这个部分的话 他们就每天都在等这个部分 可是很多人都到底下的时候 还以为说 这个要这样 这个要那样 这个要这样 这个要那样 所以呢 就会乱 所以我发现到 原来这个老师教的是这个部分 另外一个老师教的是这个部分 那么呢 我才发现到说 原来 我把它们融入在一起的时候 有的 不可以有 去掉 有的要收 我就把它们串联起来 就变成一个 一套我的架构了 那么呢 要不要再浪费时间 再去找来找去 找来找去呢 不需要了 原来 这位高人 提醒了我一点 也提点了我这一点的时候 我完全没跟他学到外汇交易 真的我没跟他学到 我只跟他在 一个lobby hotel lobby 喝了红酒 之后 我就马上开窍了 太棒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在你每一次这边学 那一边学的时候呢 千千万万要记得 每一个老师都有他们赚钱的方式 不过他们在外汇的整个波里面 他们是在交易哪一个部分 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OK 好不好 好 就跟你们分享到这里 有兴趣想加入我们的学习团队里面的话呢 都可以在以下的链接里面呢 联系我们 我们呢 在影片完后呢 有一个WhatsApp的号码 OK 都可以联系我们也是 OK 好吧 那么我是Eric老师 我们下一期再见 记得给我一个赞 帮我分享出去 然后再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See you